吉安商一群热爱桌球运动的球友 为了凝聚向心力 也为了推广桌球运动 特别在吉安福新春的活动中 新成立了吉福桌球协会 以及球馆的启用典礼 会中也推选出了 由前花莲监狱的典狱长刘士天 担任创会理事长 在成立大会上 吉安商的游淑珍 先议员张正志 林渊富还有地方士绅都前来祝贺 吉福桌球协会成立之初 原本是由几位热爱打桌球的朋友 下班闲暇之余一项运动 但打球的球友是越来越多了 大家有共识要成立协会 经过半年筹备 在16号正式成立了吉福桌球协会 创会理事长刘士天表示 协会成立之后就是一个大家庭 会尽心营造一个 让会员们快乐和谐健康打球的好环境 创造我们吉福协会 是一个快乐和谐健康的一个家庭 大家不分彼此 大家打球就是为了健康快乐 第二点就是说 既然我们既然成为吉福桌球协会的一员 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很重视这个就是说 我们求有 不管你身体健康 或是家庭或是工作上 有什么困难的话 需要我们可以协助处理的话 我们都很愿意来帮忙来做 希望我接任以后 能够带给我们的机会 能够蓬勃发展 球友们原本在前吉安乡党部二楼来练球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再使用 进而找到原本协制的福星村活动中心二楼场地 进行整修成为球馆 到场祝福的吉安向尤淑珍表示 球馆启用代表着活化空间在利用 这一栋我们的福星的活动中心的二楼 也经历过我们耐政补强 完全在结构上跟安全上没有问题 谢谢我们当政治议员 林原副议员 还有我们当局议长 以及县政府给我们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火化空间 也跟大家来报告 现在吉安乡没有闲置空间 所以我们的这个刘典议长非常厉害 可以找到证 他大概如果再慢缓一点点 就会被人家认养出去了 在东京奥运台湾桌球选手表现优秀的推波助篮下 桌球运动人口逐渐增加 也成为许多人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理事长刘士天欢迎喜欢桌球的朋友 可以来到球馆 比球会友 大家一起快乐和谐健康的打球 吉武桌球协会赞不赞? 赞不赞 借留民事案吉安乡报导